當兵很浪費時間 這個時間可以做更多事情 四個月剛剛好 我想要四個月就好了 一年太長了 不想去當兵 真的很浪費時間 不太行啦 我真的流行卡不住了 你們連泡灰都不是 沒當過兵的男孩子 真的 是男人嗎 你就當四個月的兵師要幹嘛 去那邊玩的 以前我們男生被當兵 都說當完兵出來 才會變真正的男人 有責任感 現在年輕人責任感不太夠 我要跟奉勸現在的年輕人一句話 喔 這很重要 你們只想要台獨 你們不想要打仗 那真的很可惡 是不是很矛盾 沒有一個年輕人願意打仗 他們就說會輸 那你們台獨個什麼啊 歡迎觀看第九七的 台灣文統或武統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何去何從 Moscow says three people were killed in today's massive explosion of the only bridge connecting Russia with the annex territory of Crimea now the blast partially collapsed the Kerch Bridge and paralyzed a key supply route for Moscow's faltering war in Ukraine look this bridge isn't just logistically important it's also a huge symbol for the Kremlin and its attempt to reunify Crimea with the Russian mainland Ukraine has not claimed a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but hours after the blast in Kyiv people could be seen taking selfies in front of a billboard depicting depicting an image of 第五個是相信固守跑台可以保得住台灣 我已經講過了台灣的軍人不能打仗 台灣的軍人只有27萬 前五天就會死掉12萬 怎麼打 美國國防部評估台灣的空軍只能打45分鐘 請問怎麼打這個仗 所以相信台灣可以固守保衛台灣的是笨蛋 然後第七個笨蛋是相信美國來救我們 美國人已經公開說 我沒有救你的義務 美國已經講了 美國國防部大員2005年9月19號 他的大員Rose已經講了 美國沒有義務防衛台灣 近期烏克蘭的恐怖分子禁止恐怖活動 把俄羅斯的克里米亞大橋炸毀了 烏克蘭的總統折勒斯基的顧問 波多尼亞克說 這只是開關 所有非法的事物都必須摧毀 所有從烏克蘭窃取的事物都必須歸回 普京指責烏克蘭襲擊克里米亞大橋 是一個恐怖主義行動 為俄烏的戰爭注入新約更高的堵促 所以這個事情的發起者和主導者 都是烏克蘭特務和恐怖分子所造成的 近期有媒體分析 這次的克里米亞大橋的爆炸 會傷到俄羅斯普京大帝的自尊心 為什麼呢? 而且對普京大帝來講 是一個公開的污辱 因為這個克里米亞大橋 是花了俄羅斯40億美元建造的大橋